北京时间11月4日19点30分 WCBA中国女篮职业联赛第七轮 四川远达美乐女篮主场迎战上海女篮 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 四川队进行前场第一攻 含蓄接球转身轻松投中两分 四川队率先完成得分 上海队前场第一攻 在李梦的强力干扰下 刘雪元的投篮没能命中 含蓄接球后投篮命中两分 并造成犯规打成2加1 含蓄加伐命中 四川队开场后打出一波5比0 上海队这边 刘雪元持球强突篮下 打成两分 上海队打破得风荒 这球刘雪元上进这个两分球 紧接着 李梦持球一条龙强杀篮下 还了一个两分 那么立刻做出回应 这球李梦 还一颜色 潘雪梅湖顶位置命中三分 上海队紧咬比分 王思宇借助挡拆 直杀篮下也拿下两分 陈彦宇持球突破 急停跳投 命中三分 上海队将分差缩小 只差一分 那么凭借着开场不错的手感 上海队还是 李梦在此持球强杀篮下 造成杀伤 李梦上罚球线 强杀的一线 造成杀伤 这是他的能力所在 北球突破 造成了 韩旭 我们说上海队 韩旭的犯规 李梦两罚全中 四川队领先三分 王思宇后场抢断成功 随后快速推进到前场 助攻快下的假赛棋 拿下两分 王思宇轻松突破篮下 拿下两分 刘帅持球突破篮下 打中两分 上海队反超一分 挑战韩旭 今天在场上 韩旭这个点 已经被抓着打了好几次了 李梦马上强攻篮下 还以颜色 今天我们的王思宇是看到 李梦和王思宇 像两把尖刀一样 插入边 王思宇强攻篮下 转身勾手命中两分 四川队领先四分 李梦助攻高颂 虎顶位置命中三分 四川队将分差拉大到七分 高颂命中三分 第一节最后十秒 王思宇后场抢断成功 随后持球推进到前场 慢慢打进两分 成功消耗掉最后的比赛时间 最终 第一节比赛结束 四川女篮27比16 领先上海女篮11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梦和王思宇